郭文貴議員 報告 全院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今天下午審查司法院 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忠貞 知之閣等相關四項 黨團詢問順序 依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之順序進行 並採疾問疾答的方式 得採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各黨團分配 詢答時間為民進黨黨團 及國民黨黨團 各為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 及親民黨黨團 各為三十分鐘 在進行詢問前 我們先請 被提名人蔡忠貞女士說明 時間十分鐘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各位好 我是蔡忠貞 在此僅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 接受各位委員的審查 以下你先向各位委員來做個簡要的自我介紹 在就各界所關心或詢問的一些問題 在時間允許的條件下做一個惡藥的回應 由於個人的簡歷還有字傳等書面資料 都已經提交大院委員參考 在這裡我想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介紹我自己 我是一個法律人 這是一個我希望一輩子能夠保有的印記 而這個法律人的印記 其實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自主決定 有心實現的人生夢想 我出生在1960年代的中段 我國經濟起飛連帶這個改變了社會政治結構的前夕 當時我的副主輩所經歷的經濟生活上的 壁路藍旅逐漸緩和 九年國教其實也已經開辦多年 我被人受惠於此 心智成長與涵養資源遠勝於前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下 雖然家族親友都沒有任何人有法律背景 我仍可在正規教育下走上洗法之路 成為一個法律人 大學時期到研究所階段 學習心力主要都投注在民商法學領域 原本以為我會在這個方向上前進 但是時代的巨變與社會的氛圍 強力投射並影響了個人的命運與志趣發展 1987年7月15日 也就是我大學畢業一個月後的這個時間 總統明令宣告台灣地區解除戒嚴 戒嚴後的台灣社會力大幅解放 逐步帶動了政治環境劇烈的變化 那是一個政治典範重新形述與建構的年代 充滿了不確定與未知 卻也生機無窮有各種可能性 因緣際會下我中斷了台大法研所的學業 前往奧地利德國留學 那是1989年1989年一個非常值得標誌的一年 在國內民主化前夕的種種造動 射人心魄 在歐洲全世界人們的眼光都投注在 東歐巨變以及柏林圍牆倒塌 剛出國門沒多久的我 在維也納與慕尼黑 建政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得以近距離觀察東歐十餘個憲法國家的建立 目睹了憲政主義思想與規範性憲法 強有力的引領前共產國家的民主轉型 我決定攻讀公法 並引為此生置業 從德國留學返國後 我先後任教於淡江大學與台灣大學 在2016年5月20日借調擔任考選部長前 專任教職約20年 主受憲法相關課程 也從事公法領域的研究住宿 教學研究之餘 長年來我在時間心力允許的前提之下 以學者專家的身份 參與各種與我的專長相關的公共領域的任務 也在公共領域略盡綿薄之力 而這中間我也受益很多 我是一個致力於憲法與國家學研究的公法學者 我著力最深的是規範性憲法法學 還有它的理論根基所系的國家學 以及以憲法價值秩序為 其制度憑藉則在於 使所有的國家權力均扶應憲法 以及憲法審判權 規範性憲法確保憲法國家之理念 予以人權保障為前提的法治實踐 而憲法審判制度正式完成 以守護憲法最高規範地位與效力的制度性憑藉 各位委員在去年底制定今年初公布 將於2022年初開始施行的憲法訴訟法 確立我國健全的憲法審判制度 尤其引進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為我國憲法人權保障建立了更坚實完善的制度屏障 可說是我國憲政實踐上的一大里程碑 我非常榮幸能夠見證此一憲法盛事 如果能夠獲得大院委員同意出任司法院大法官 我必定全力以赴以守護憲法 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核心信念與執制 我目前在公共領域具有四種身份 政務官 大學教授 法學研究者以及公民 政務官的身份與任務是現實性的 即將告一段落 大學教授的授業任務以及法學研究者的置業 則因隨著新承擔的任務而減縮與調整表現方式 作為學者 著書立說 追求思想原創性與一家之言 然而司法院大法官職權是一種司法權 具有不告不理 被動 具體行使職權的本質 而且是一種合一制組織 個別大法官除了依法提出不同或協同意見書外 並無單獨行使職權之空間 如果能夠獲得大院同意擔任司法院大法官之職 我將以此職務的合憲合法 適切履行為行使職權的唯一考量 也基於這樣的想法 我認為身為大法官被提名人 並不依舊以系屬於司法院的事件案件 以及非屬司法院大法官職權的問題 表示意見或立場 尤其應該尊重立法院作為國會 所享有的立法形成自由 於其所彰顯的民主精神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在時間允許範圍內容我簡要的說明 我對若干議題的看法 關於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作為一個憲法學者 我多年來一直維穩主張 因建立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也就是學理上所稱呼的裁判違憲審查制度 對於立法院於憲法訴訟法中引進這個制度 我不但高度支持 肯定更認為這是我國憲法人權保障上的一道重要里程碑 有關性別平權與婦女保障名額的問題 我國憲法是以基本國策條款的形式 於一般性平等保障之外 明確宣示對於性別實質平等的保障意志 也就是規定在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 第十條第六項的內容 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 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我不但支持與肯認這樣的憲法民事的性別平權意志 並且努力的身體力行在我個人相關的公共領域的角色與任務中加以實踐 至於國家應如何依照憲法的規定來落實憲法鎖定性別平權的意志 我認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也就是我們簡稱為C道的這一個公約 因足為適切的憲法規範的具體化指標 立法院於2011年制定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賦予C道內容有直接的國內法律效力 這一個在國際上獲得高度認同與肯定的國際公約得以在我國施行 而C道第四條第一項就明文規定 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行的 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 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 這些措施應該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成之後停止採用 重要的是同條第二項針對母性保護還有一道明文的規定 締約各國為保護母性而採取的特別措施 包括本公約所列各項措施不得視為歧視 淺見認為凡是涉及性別平權與母性保護的立法 以及核心性的疑義 均因依循C道精神與規範內容來加以解決 這個也是我個人向來主張支持的一個論點 原則上若符合C道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要件 國家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平等所採行的暫時特別措施 包含各種定在法規裡的婦女保障名額還有其他類型的保障名額 這個理應亦合至於我國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的保障意志 那有關於憲法的制定修正的問題 憲法修正的必要性之判斷取決於憲法下的民意 並因依憲法民定的程序為之 至於制憲的必要及其方式程序等 這已經不是法的問題而是利的問題喔 不宜由憲法審判者來多加智慧 那有關民主防衛法制與表現自由的權衡問題 這個是21世紀民主憲政國家所共同面對的 自由vs和平的問題系落 國家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與憲法所欲保障的基本人權發生衝突 而成為憲法訴訟之標的者 憲法審判者均應以嚴謹的憲法法學方法逐步履息解決 以上是我簡要的一個口頭說明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謝謝被提兵人 現在進行委員詢問 高路已用委員詢詢問以書面提出列入公報紀錄 接下來我們請您委員議罰詢問 詢答時間20分鐘 ami榭太�輝克首席 年委員長 姚公辯ゴ 碰扒 委員長 感谢观看